一个生活小新闻带您来关心了 这个鸡啊把鸭当成了他的小孩了 就在竹东一处休闲农场 有一只母鸡自己下了七颗蛋 结果他误认为隔壁的鸭蛋巢的蛋是他的 所以他就把母鸭给赶走 变成母鸡带小鸭还蛮有趣的 小鸭跟着奔跑带头的却是一只母鸡 竹东这一处休闲农场养了近百只的鸡和鸭同储 前阵子这只母鸡和一只红面斑鸭差不多时间下蛋 谁知道母鸡竟然错认鸭蛋巢是他的 赶走了母鸭鸡斩鸭槽换他孵蛋孵出了15只小鸭 有时候他会下来吃饭 吃饱了回去的话就是跑臭鞭了 因为两个窝就在两隔壁而已 母鸡孵到鸭蛋嘛 然后破壳以后他就跟着鸡妈妈在走路 农场主人反倒带领母鸡植物帮忙照顾七只小鸡 小鸭真把母鸡当妈 成天母鸡带小鸭鸡同鸭酱 我也第一次听过说母鸡喂小鸭 白天找小虫喂小鸭 晚上展开双翼互助小鸭取暖 母鸡带小鸭看的人都觉得既温馨又有趣